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6届的保险性外奖在今年的8月5号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集训 现在我们所有的奖项都已经正在如火如蜀的评审当中 保险性外奖一项由保险人的奥斯卡的美称 它主要的诉求是不宜业绩论英雄 只求保险真善美 保险公司的业绩当然很重要 但是永远锁住性外奖的精神或者说真善美的精神更重要 保险性外奖当中的最佳商品创意奖就是用来奖励保险公司设计的既有创意 又兼具社会性公益性的商品 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商品经过我们的苏审通过之后 在电视上向全国民众做的简报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张保单都是搜寻公司的保单 也都是医疗选的保单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教授代表 第一位是希腊保险杂志的发行人林组定教授 主持人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同时也是主办单位希腊保险教育事务委董事长 第二位是淡江大学的郝聪人郝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今天把两位教授邀请到我们现场来做评审 那个难度跟我们到现场来做简报的来宾不相上下 因为必须立即整理出来同时做出这个评论 那观众朋友你现在可以准备扫下我们这个荧幕下方的QR Code 你可以参与我们投票 你听完我们今天的两组简报之后 觉得哪一家公司的商品比较符合你心目中认为有创意 或者你觉得比较符合你的需要或者喜爱的商品 你可以上去投票 然后你可以有机会表达你对受险商品的看法 同时也有机会得到超商的礼券 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就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代表公司的简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2024第26届保险新外奖的最佳商品创意奖的电视大赛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评审教授代表 第一位是现代保险教育事务经会董事长林竹林教授好 主任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戴江大学的郝冲人好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医疗选是全套民众投保件数最多的 那大家看到我们整个医疗费用不断不断的攀升 当然对这个医疗的需求就非常明显的增加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家公司代表的是远雄人寿保险公司 那他们带来的是他们今年参赛的最佳商品创意奖 我们先欢迎远雄人寿的两位代表 主持人 两位评审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远雄人寿商品研发部的威力 好 第二位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远雄人寿商品研发部的陈如 好 谢谢两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视简报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创意商品 意义非凡伤害医疗定期保险赴约 那它是一张意外险 那当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它可以提供失能及住院及手术的保障 那当初我们在开发一张商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以广大的兼职的朋友为我们的开发对象 那大家知道就是 兼职其实它有一份的正职工作 那它同时可能利用闲暇之余 会从事一些兼职的工作 那再来是我们的目标族群 是所谓的现在的斜杠族群 那斜杠族群它就不是说它有一份正职跟兼职 是它同时有好几份的正职工作 那我们同时也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学生的打工族群而开发 那学生也知道就是它平常它是属于学生的身份 那它会利用下班 下课的时间 或是说它假日的时间跑跑外送 那从事兼职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就是以兼职的角度来讲 我们开发了商品的三个核心的理念 第一个就是当它投保的时候 不管它是职业第一类或是第六类 那它的保费其实都是固定的 那投保成功之后呢 就算它将来在兼职从事多个职业 或是说它在职业中的转换呢 那它的保费其实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最希望就是说它的保费固定 那不要让客户买到了之后 将来为了职业的这个烦恼而去做烦恼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张商品 其实是提供一个长年期的一个伤害险的保障 它提供到一个85岁的伤害医疗保障 那它跟下一年期的伤害险有很大的需比就是 因为一年期的伤害险它会非保证续保 那这张商品的话其实就不会有不能续保的问题 第三个最主要是 我们这张商品最主要是保障它被保险的自己本人 那当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它透过这些保险金的理赔 它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那能让它维持生活家计可以去努力打拼 那我们当初在开发这张商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观察到很多数据 就是说从疫情2020年开始 其实外送园整个市场那时候大概整个才四五万人 左右刚起步的时候 那到底我们开发商品2023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外送园市场已经来到了15万人 那它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那大家也知道说 15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其实台湾一年的新生儿出生人口 平均也大概也才在15万人而已 就是说现在的外送园的族群 大概就相于台湾一年新生儿的整个人口 那我们其实因为人数这么多嘛 那我们其中也发现说 它的兼职人口大概在40%左右 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而且在15万人当中 其实很多人是从事了一年的 跑了外送园之后 他就转去下一份工作了 其他的寿命其实是还是蛮短的 那很多人只是为了说 当时的一些生活困难或是补充家计 而去从事外送园的工作 那由于人数这么多 我们就常接到 我们现在业务同仁跟我们的反应就是说 他们很多客户在从事兼职工作啊 那现在的一年起保单 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友善 最主要是说 我们现在一年起的保单 它里面的计算保费的方式是 假设你从职业第一级到第六类 那它每一个类的话 它的保费是不一样的 以我们现在的外送园来举例来说 它是保 职业类别是第三类 那多元既存车司机 它的职业类别是第四类 那相对于我们的内勤的员工 或是说我们的学生族群 他们的职业类别是第一类 那他们在一年起的伤害险 它的保费大概就会是 大概是1.5倍到2倍之间 那由于我们现在保险公司 在计算保费的时候 其实通常都是以危险最高的方式 去做保费计算 那所以对他们的兼职族群来讲 他们其实偶尔只是像学生 他只是利用下课时间 或是假日时间跑跑外送 那像有些兼职的人员 他也只是利用闲暇时间去跑兼职 那他也可能偶尔只跑 一个礼拜只跑几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保费 要用这么高的保费来跟他收取的话 他们的反应是说 对他们来讲是相当不划算的事情 那再来是说我们自从疫情过后之后 其实民众现在对保证续保的 这个意识其实开始抬头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设计保单 或是民众或是业务员 在购买保单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追求一个CP值 那他们是希望说保单越便宜越好 保障越多越好 但是由于疫情过后的一些事情发生之后 那现在民众对保单能不能续保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现在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如果万一保单保到一半 就算再便宜 他们如果万一不续保 就对他们来讲 他会非常不放心 所以其实蛮多业务员 跟我反映这块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现在一年级伤害险 整个大部分的险种 都是几乎都是非保证续保的商品 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次商品也做了改良 把它设计成一张 保障到85岁的长年期的一个保单 那再来是说 其实现在一年期的伤害险 其实它也是有蛮多优点 最主要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一年期的保单 如果您缴费的话 就是当你不想要保障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可以解约 那其实它是来去自如的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概念 引进到我们这张保单 其实这张保单的话 里面就有含入了解约金的设计 那如果当客户他缴了保费之后 哪一天他发现 我这个保证我真的用不到了 我这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其实他也可以做整个解约 那其实保单的解约 还是有解约金可以领走的 对客户来讲 它不会像传统的一般的医疗险一样 就是整个保费缴了之后 将来要解约是一块钱都拿不回去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中了很多 业务员跟保护的 给我们那么多的创意的想法 让我们把它融入到这张保单里面 其实我们常跟业务员讨论是说 其实保险商品就像衣服一样 它其实没有好跟坏的分别 那只有像衣服一样 就是只有穿在身上的时候 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这次也整个就是 因应整个时代的潮流 像现在整个外送业市场 就是说从疫情后 整个社会劳工整个结构改变了 那外送业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多之后 我们顺应的时代潮流 那去把我们现在的一年期的意外险 那我们加入了一些创意的元素 整个去做改良 那希望就是说改良之后的商品呢 可以符合我们现在就是 兼职朋友的需求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话 还是为了照顾我们整个兼职族群 他们在刚刚讲的就是 第一个是职业类别 他可能调整的时候 他的保费他觉得不划算 第二个是呢 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他整个续保的时间拉长 那客户其实买保单 他最主要是要买放心买安心的 而不是说买了之后 将来遇到不能续保的时候 造成他们担心的问题 那以上就是整个 我们当初在商品设计的时候 整个的一个创意发想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王科长 帮我们介绍一下商品的详细内容 是 谢谢威力经理的说明 那我们本次呢 商品的保费啊 跟项目啊 就是围绕在我们刚刚所谓的 这个斜杠族群去做设计 那因为像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向往 自由度比较高啊 或者是弹性度比较高的工作 那有时候会因为 行业景气的改变啊 转换啊 所以就会临时去转换工作跑道 那同时存在两种以上工作 职业的工作者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所以呢 如何呢去维持生计 维持家计呢 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就是有考量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有针对呢 失能补助 以及我们失能保费的豁免 我们去针对这两个项目呢 去做设计 那举例来说呢 如果是以一个 出入职场啊 22岁的社会新鲜人来看的话 他如果是投保 我们保额1000元 那缴费年期20年的商品 他的年化保费大概就是3660元 也就是说 其实他平均一天呢 只要付10元的铜板价 他就可以享有保障 直到85岁的这个 保费200万元的这个保障 意外失能的保障这样子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就是1到11级的意外失能呢 我们有针对这个意外失能的项目 我们有提供这个保费的豁免 那就是我们其实不希望啊 保护呢 他已经在这个意外失能的状况下 他还要就是蜡烛两头烧的 然后去担心啊 要去筹措保费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有特别针对这个意外住院啊 还有意外手术处置项目呢 我们有去提供很多元的保障 那举例来说如果是住院的话 如果是入住呢 我们家户病房啊 或者是烧烫商病房 这样的项目的话 我们就是有额外呢 提供保额两倍 每日两倍哦 的保险金 那如果是住院超过六日以上呢 我们还会再额外提供一笔 保额三倍的关怀金 那如果是住院超过30日以上呢 这个超过的日数的部分啊 我们还会提供长期住院保险金 我们就是希望呢 保护呢 在住院啊 这个收入中断的期间 他的这个经济的来源 收入损失不会被漏结这样子 那另外呢 如果是针对手术啊 还有处置项目的话 其实我们不管是 轻微至这个门证 创伤的这种处置缝合 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啊 就是有到脑部啊 脏器啊的这种受损的手术 其实我们也都有提供这个手术的 给付跟保障 我们就是不希望去轻看呢 任何保护 它有可能会因为意外事故 造成的损失啊 或者是危险这样子 好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就是商品的设计啊 我们也是希望呢 能够让在社会打拼的每一个工作者呢 都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啊 我们这个商品是设计在一到六级的职业类别 都可以去做承保 那也就是说呢 不论你是内勤人员啊 或者是你是外送员啊 或者是你是职业等级第六级的那种营运货车司机 其实呢都可以来享有这个意义非凡的商品的保障 那常年计较意外显商品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在这个中间啊 我们发 就是突然发生职业类别的临时的转换啊 或者是有发生 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或动荡的话 我们也不能随意的聚保 或者是随意的呢 去调整您的保费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希望呢 在这种就是一直在便当的世代当中 我们能够给保护一个安心 给保护一个不便的保证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商品的说明 好 那非常谢谢呢 观众呢 民众呢 给我们这么多创意的点子 然后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创意的点子呢 融入到我们商品的设计当中 那也非常谢谢呢 主办单位邀请我们 可以让各位民众呢 来一起来就是认识我们这张商品 谢谢 好 那我们两位教授 有没有想进一步指导的部分 我想先谈一下 这个商品给我最大的感觉 是它贴近这个社会的一个脉动 那我想2000年 2020年就是疫情之后 台湾社会最大的脉动 就是两个字斜杠 好 因为电商平台 因为整个就业环境 很多人都有所谓的零工 那零工这一块当中呢 我要谈一下它对社会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过去你有一个正值的时候 那会按照劳基法的规范 你的所谓的意外伤害这个部分当中 会在雇主提供的团体保险里面 所以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 意外这一块通常都不是你要去思考的部分 可是在零工这一块当中 很难去界定你的牢固关系 所以现在最常见就是 我们的Uber啦 Foodpanda啦 那我们这一些外送的人员 万一发生了车祸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张保单当中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 我们保险业自己愿意跳出来 帮忙这个社会来处理 我们新形态所面临到的状况 而且我看到这张保单的时候 我发觉这张保单呢 它的内容是非常的详尽的 也就是我们一般意外当中呢 按学理来讲应该是有意外死亡 意外残废 意外医疗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 那现在其实它多加了一块 就是失能所得 那这样的一个保单当中呢 是更全方位的 那也配合零工经济学 所以这张保单当中 也加上了弹性两个字 这边的弹性包含了刚才 我们的公司在谈到的保证续保 跟解约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总而来看 这张保单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贴近这个社会的脉筒 是 好 那观众朋友可以开始扫描 萤幕下方的QR Code 然后加入我们投票 选出你心目中 觉得最好的一张保单 那我们休息后呢 再会来继续听 我们两位评审有什么高见 欢迎回到我们第26届 保险新外奖当中的最佳保险商品创意奖的电视大赛 那今天第一张来这里为观众们做简报的呢 是圆熊圆寿的一张伤害医疗险的定期险赴约 好 那刚刚我们都已经听到公司代表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好 那我们请江苏门 好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我们现代保险教育事务之际 因为下面我们有一个保险消费者服务中心 过去处理非常多的就是说 他的职业变更 并没有通知保险公司 然后产生理赔上的争议 可能他的保单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妈妈帮他买的 可是他步务社会的时候他可能当外勤的工作啦 或是他甚至去当比较高职业危险的工作 妈妈可能也没有想到 业务员可能也没有想到 那这个当事人更没有想到 因为过去的伤害险往往都是附加在受险 长期的受险里边 那只是一个小配角而已 所以会衍生这样的纠纷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大学的时候就买的保单 也是妈妈帮他买的 可是他去当兵回来的时候 他爬上屋顶因为台风要来了 去修乌瓦 结果掉下来发生了申故 保险公司当然就知道他是阿兵哥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 他的均种又是比较特殊 所以是打折理赔的 因为我们的伤害险的费率是按照职业类别 如果我们是以第一类内勤的 大部分内勤的职业来看是一的话 我们第六类的费率是他的4.5倍 那第五类是他的3.5倍 那如果是计程车司机 是我们讲的是2.25 所以打折是打44折打66折这样 那对家属来讲当然是很错愕 那我想这商保单当然他就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来了 那你们怎么控制风险 如果是六类五类的人都来 那如果我一二类的人来 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因为那个费率真的差很多的 一跟4.5差这么多 那一个你们怎么控制风险 第二个你们怎么 当然你可能会给我的回答 就是说我们保到85岁 我这个一辈子可能职业换来换去 我一辈子都没有换工作过 那如果我就保这张保单 对我来讲应该是不划算吧 谢谢教授的那个就是一些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在精算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考量到 未来的所有的可能性 把它纳入保单 其实如果在疫情之前 2020年以前 其实我们是不太敢推出这样的保单 但是2020后 它整个社会劳工真的整个结构 已经开始改变 也会败于科技所赐 那跟我们以往的想象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有观察到 其实外送员他们大概在 一年左右其实就会换工作了 因为由于可能是外送员的市场已经饱和了 或是说它属于是一个高风险 或是收入不稳定的状态 其实民众大部分都会选择 再转换到更稳定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当初在设计费率的时候 也有参考过去的一些经验状况 那我们家也有卖了蛮多的 一年期的伤害险 那我们参考过去的经验状况 然后来去做调整这保费 所以其实我们对未来的风险控管 其实是已经有把大家 在对未来的一些职业转换 已经把它纳入整个的考量了 好 郝教授 因为这张保单是一张付约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 贵公司的主约要是什么形态的 才能够付这张保单 然后如果贵公司的这张主约的保单 已经到期了 那这个付约是不是还有效果 谢谢教授的询问就是 我们这张商品的话 其实它一般我们现在的主约 就是您可以买就是一般的终身受险 或者说我们现在也有一种意外的主约到85 或是买一些癌症或是特定疾病的组约 那当作组约 那您可以再做付下张付约 那它的话就是 我们设计的话最主要是这张保单 它投保的时候最高到70岁 那它6年就可以缴完费了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在组约到期之前 其实保护投保到它缴完费 其实组约大部分都还不会终止 所以其实不太会有担心说 这张保单因为组约终止而产生 这张付约的保障终止的问题 好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第一张保单的公司代表 来到我们节目中还有两位教授 休息一会儿呢 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张保单 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我们第26届2024保险新外奖当中的 最佳保险商品创业奖的电视大赛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二张保单的解报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作品评审的教授代表 第一位是现代保险教育事务经会的董事长 林竹林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丹庄大学的郝中文好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第二张保单是 安达人寿的一张医疗选的保单 那我们欢迎我们安达人寿的两位代表 请自我介绍 林教授 郝教授 还有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安达人寿商品策略部的李世华 好 大家可以叫我Mark 谢谢 谢谢 欢迎 黄教授还有林教授跟郝教授好 我是安达人寿商品策略部的严秘书 好 大家好 好 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 好的 好 好 那还是不免说一下 跟大家再问好一下 诶 主持人 林教授 还有郝教授 还有以及在点击前面的各位的保险 先请大家好 好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肯定 让得益助手 定期保险能够有机会入选今年的所谓的商品最佳创意奖 那其实商品最初的发想呢 其实是希望在国人重视的医疗照顾的部分 能够提供一份完整的保障 那其实很单纯就是说希望国人在面对医疗在住院的时候 不论是所谓的住院的门诊或手术或是特定的医材补助 甚至意外骨折的部分呢 希望在大家在各位所谓的不管是病患或是家属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他们一把伞 让他们不要为了除了医疗以外的事情徒增烦恼 好 OK 好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过去其实按照健保的制度改变之后 其实住院天数有下降 按照国外经验 好 那一般原本在一些住院医疗师做的手术部分 也渐渐移转到所谓的门诊手术部分 好 那其实按照过去的一些统计资料看来看的话 那其实国人每100块支出里面呢 其实有15块的话是用在医疗保健支出 与所谓的所谓的隐私支出相当 好 那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我们除了在日常的食衣住行预乐之外 如果真正面对到医疗的费用支出的时候 未来可能的时候 那有一天想想看 如果没有父爸爸帮你照顾的话 那谁会帮你照顾呢 那大家有没有针对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健康风险 或者是说针对未来可能有可能发生的一些 所谓的医疗上面的费用支出 能够提前超线部署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所谓的得益助手的五大特色 好 那希望在这个各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风险中 或者是在所谓的医疗治疗过程中成为最大的 大家最大的助手 好 那第一个就是针对一台保障的部分 好 那对于客户的需求 那其实我们完全能够体会我们也能了解 好 那得益助手的五大特色 那就像如同刚跟大家提到过了 那相信客户可以在治疗过程中成为各位最大的助手 第一个是针对医材补助的部分 好 八项手术医材补助保险金 含人工水晶体 还有所谓的关节部分 还有心脏和脑室 也就是从头到脚我们都有保障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像是我们轻壮年常看到的 比如说所谓的膝关节 还有所谓的脑室腹腔移动手术部分 以及我们所谓的脊椎融合术部分 这是轻壮年常用到的移材 那对于熟灵客户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水晶体的部分 因为水晶体我们因为可能会老化嘛 另外针对心脏血管支架的部分 还有另外针对所谓的心脏血管支架 还有所谓的心脏半膜部分 这也是无我们熟灵客户所面对到的一些 需要所类似肥移材的部分 好 那五体赔三年期间以上的话 那我们当次的理赔金额 我们是加倍100%的理赔给付 好 这是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是针对意外骨折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好 小心骨折就在你身边 好 111年共有28.2万位民众 因为骨折就医 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数字28.2万 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大概差不多2300多万人口嘛 其实他们就是知道可以换出来多少比例 那其实比例不低啦 其中男生和女生脏比分别是41%和49% 女性稍微偏高一点点 好 然而骨折未必需要住院 但是呢 日常生活品质会大受影响 所以面对到骨折的时候呢 需要妥善的疗养于复健 从事良好生活 好 那我们这个商品呢 其实可以透过自飞医材 提升治疗的品质 那学步器 轮椅或拐杖这些辅助器材的部分呢 在货健的复诊重化 也是可或缺的一些重要必需品 那我们的意外骨折 从医疗到复健都有保障 那也会依照不同的骨折 部位和程度去做给付 那很重要就是说 当医生在医图身边开例说 确定这个我们的客户 或我们的这个病患 需要所谓的辅助器材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商品呢 最高可以提供15倍的保险金额 去做一些辅助器材补贴 好 第三个是住院医疗部分 好 那依照卫生福利部统计的话 111年的话 国民医疗保健支出年增率有6.8% 相较于前两年的话是7.1%和7.9% 虽然略有下降 那可是仍旧高于111年的经济成长率 2.45% 那这个显示什么的 数据后面显示什么样的含义呢 其实就是医疗通膨每年还是稳定的成长 高过经济成长率 就如同刚刚跟各位专家所提到过 那我们民众一般的消费者 除了担心日常的食衣住行的医乐花费之外 好 那面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医疗 费用的风险 OK 好 那如果没有部分负担的话 也没办法负担的话 那会不会有像郭董 这样的父爸爸在为止之后 帮助我们给我们一场吉时雨呢 OK 好 那同样依照卫生福利部 111年的统计来看的话 那平均住院天数是11.7天 好 那一般疾病其实不见得 会有长期住院的需求啦 可是如果想要更舒适的住院环境的话 那平均每天的话 可能需要2000到5000元的差额 大家可以看到表格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整理有北部 中部 南部和东部的一些 包含单人房和生产病房的自费差额部分 那大家看到的话 其实像北部的话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教学医院 和所谓的医学中心都在这边嘛 所以它费用稍微高一点 那东部的话 其实因为医院是比较少的 所以平均来看起来的话 那可能针对单人房和生产病房的 生产差额部分是稍微比较低一点点的 可是再再显示就是说 如果你要需要比较好的住院医疗品质的话 那你可能要透过所谓的健保病房的生产差额 去提升你的治疗品质 好 那其实透过原本一般的住院额是逐渐不够的 所以我们的得益出手提供的住院最低有5倍的给付金额 那住院超过10天的话 我们一口气给你30倍的保险金额 那紧急时刻如果入住屋的话 所谓的加护病房 或是烧荡上病房 或是负压隔离病房等特殊病房的话 OK 我们还另外给付30倍的保险金额 第四个特点是手术处置的部分 那我们有完整的健保手术 外加81项的处置保障 那住院期间如果是进行所谓手术或处置的医疗的话 那另外额外给付5到30倍的保险金额的 住院或手术处置部分保险金 好 门诊手术或处置部分一样也有保障 好 那我们会给付5倍的保险金额 好 最后一个特色是5 豁免保费 因为意外导致所谓1到6级失能的话 OK 我们保费免缴 保障持续有效 那以上就是我们得益出手的5大特色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会有点时间来向各位专家 还有电视前面的保险金额 去做举例收明 那如果以投保我们1000元的日额来看的话 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给付内容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特定医材骨折业补助 那现代人接受手术治疗的时候 有时候伴随着使用特定医材的需求 那我们会依照保单条款 所列的总共8项医材的 补数保险金的照顾 那其实最长期间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听到就是 我们人工水晶体的植入数 那我们一眼有定额2.5万元的 医材补助保险金 还有像是全膝关节的置换手术 全骨关节置换手术 等手术所需要使用的特定医材 那我们按照保安条款规定 也有达到5万元的 所谓的医材补助保险金的起伏金额 好 那另外刚刚有各位跟各位提到过 常听到的所谓的心血管支架的部分 好 那每次支架置放时 包含在所谓的医材补助保险金的保障范围内 那当然能不用到是最好了 那用到的时候 如果没有父爸爸 没关系 保险公司会帮你负担 交由保险公司就对了 OK 那像是医人大动 先前脑中风的时候 那其实他也用到一个所谓的 脑式腹腔引流手术 那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在第一时间应用的话 就是希望能够减少病患 在脑部的脑内压力 OK 让他脑内的话 其实有个比较好的良好的复原环境 那后续在医生能够再透过病患 所谓的黄金的中风救世时间 能够提升第一个病患的生存力 那另外一个可以降低 因为可能是因为脑出血 造成脑部损伤 后续一些复健所需要 一些带来的可能不良的复作用 好 另外一个我们每天吸引生长的 那个生活环境中 不论是在厨房或浴室 走在骑楼或是超市 都可能会因为意外状况 造成骨折滑倒 好 那得意助手 是从治疗到复健辅助期来 通通有保 如果真的不信用骨折的状况来讲的话 好 会依照保单条款所约定的骨折别日数计算 最高可达6万元 更贴心的是 如果医生确定 要使用辅助复健器材 协助复健的话 我们还额外提供所谓1.5万元的补助 好 那接下来是针对第二个部分 是针对住院和手术的部分 好 那除了既往症以外的话 未来不会是意外事故或是疾病 导致需要住院或接受日疗 就会有一笔住院委员保险金 只要同一次住院天数在5天以下 不管你是住院2天还是3天 我们一律举付5000元 那如果住院天数在6天或是10天以下的话 不管你是住院6天还是10天 那我们一律举付是1万元 那如果住院天数多差11天以上的话 我们举付不啰嗦 直接增加到3万元 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像是严重烧烫伤 或是严重的肺结核病患者 为了避免感染 需要住到家父病房 烧烫伤病房 甚至是负压隔离病房等 因为治疗花费比较高嘛 那治疗时间也比较长 那我们为外多给付一笔 3万元的特殊病房住院委员保险金 同时在住院治疗的前后两周内 有因为同一疾病 伤害 或因此引起的并发症 而去门诊的话呢 我们要按照实际门诊天数来 去做计算 每天的话 我们会是给付500元的补贴哦 那当然还有手术方面的保障 也就是除了既往症以外的话 不论我们是因为意外事故 或是疾病 需要接受门诊手术 只要符合我们保单条款定义呢 都在保单范围内 每次接受门诊手术或处置 就能给付定额5000元的门诊 或处置问保险金 但这项给付的话 每个保单凝度最高只有6次哦 所以大家特别要记住6次 那如果是在住院期间之内 有接受手术或处置方面的治疗 也会依同一次住院的天数 做定额给付 5天以下的话就定额给付5000元 那6天以上和10天以下的话 是定额给付到1万元 增加到1万 那11天以上的话 我们就是高达3万元 好 最后的部分是针对意外获免保险费 以及一财无理赔记录增值也有保障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一财补助保险金的部分呢 合计总共有8项特定手术 所使用到的一财 只要连续3年以上期间 没有理赔过这个项目的话呢 保险公司就会针对当事 所申请的一财补助保险金 再增额一倍给付 假设呢 我们可以原来拿到的保险金是5万元 再加一倍的话 变成10万元哦 OK 那另外在保险期间之内 客户因为意外所造成 所谓保险账款的1到6级失能 确诊符合的话 那1月会豁免保险费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保费不用缴交 然后持续拥有保障 好 10年缴费10年保障 那我给付上限为新台币150万元 好 20年缴费20年保障 我们就有高达300万元的医疗保障账户 好 最后得意助手的设计点就是以民为先 保障丰富有务实 对于未来可来关的医疗费用 客户都可以超前部署 也可以时拿久稳的转移可能发生的健康风险 感谢大家的聆听 每天只要同板架哦 然后就可以轻松入手这么全方位的利益保障 趁早规划下来替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保险性化来讲的最佳商品创业奖的是在奖励 能够发展出有创意有社会性有公益性的商品 那观众您可以扫描我们这个荧幕上面的这个 这个设计划 然后节目结束后你就可以上去投票 看您觉得哪一张保单 最符合您的期待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听两位评审教授有什么想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年保险性化来讲的 最佳商品创业奖的电视简报跟大赛 那刚刚我们已经听完第二家代表 安达人寿的两位代表 来为各位介绍他们公司推出的一个 医疗险的定期险保代 那我想这个都表现出来 他们回应我们整个社会大众 对医疗需求的这种渴望 好 那我们想看看 两位教授有没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或者有什么评论 我想这张保单给我的感觉是 它回应了目前健保跟医疗技术 变化中间的那个差距 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很担心的 健保可能它能给付的是越来越有限 我们的医疗科技它的进步越来越快 所以事实上这张保单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保单 然后对于如果你是中年的客户 有一定的资产的话 它其实提供了很多 你大概未来就医过程当中 可以碰到的一些东西 像特殊医材啦 租源医疗保障啦 这些处置啦 好 那我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卫福部那个金管会在今年1月开始针对实资实附保单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好 那这张保单提供的这个保障当中跟目前金管会新的实资实附的规范当中怎么样做我们也许叫进合好了 就你这张保单跟客户有的其他实资实附保单怎么样去做一些区别呢 好 那非常感谢郝教授提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不错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先从金管会他对于实资实附改革来看的话 其实他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损害填补的原则嘛 也是说白话一点 他希望大家不要为了买保单去赚钱 他不是一个投资工具而是回到你本保障 那我觉得我们这样保单做的进合原因就是因为在于说 那其实对于金管会来讲的话或对保险业者来讲的话 过去实资实附的有一些我们不要说弊端 过去实资实附大家消费者的一些习惯来讲可能就是针对 有在对于金管会来说或对保险业者来说他可能会有一堆比较多的一些支出 那可是不能够很OK很针对的这个几副项目去做加倍几副动作 那我想说拉回来我们这商品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商品最主要是针对特定义材部分嘛 尤其像刚刚好教授有帮忙补充到 可能针对一些中年常见的比如说像刚举例的纳豆 他可能会有脑壮风 那我们针对这些特定义材做加强补充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是把钱很精准的用在我们的上面 而不是希望说客户可能会为了我为了实资实附我去住院 比如像刚刚好教授提到过了 我可能会为了打化疗或放疗 我要拜托医生让我住院吧 然后为了让这个医院可以给我的给付 那反过来讲我们希望说透过商品能够把钱用在刀口上 让真正能够想要用这个医材人去做稍治疗 你可以让保险公司那经网会获得一个双赢 客户也可以到他相对的权益 那以上这个是这个商品的收集理念 好我想那个因为我们平常的医疗险 我们讲住院医疗险都是一年起的 不管他是日而给付或是实资实附都是一年起 那慢慢也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发比较长年期的保单 那实资实附要是终身型的 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那个风险实在太高了 那这张保单提供的是10年起跟20年起 但是相对我的感觉它是比较阳存一点 不好意思要这样讲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住院30天也就给那么一笔钱 不是说我今天是一天多少钱 多少天多少钱 当然有经过说天数比较长的时候 那个倍数多一点 那我想它是一个补充性的保险 对我来讲 不会是一个民众他的住院医疗险 就是说他就唯一的这一张 或许他觉得不够的部分 他可以用这一张来做一个补充 那我要问的是说我从你们的资料里边有看到说 同业也有推出这样的商品 那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目前这张商品跟同业有什么不同 它有什么特点 OK好的 好那我觉得林教授问的也是一个非常好问题 好那我觉得就是应该说这张商品 我先讲是通路的特性不同 那张商品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我们for我们的自己的电销部队在使用 好那电销部队它希望的 就像刚刚林教授补充到说 它可能是一个补充型的商品 那电销通路的特性就是希望说 能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 touch到客户的需求 然后希望能够到快速的成交 好那我们希望这个商品其实跟同业最大的差别的话 其实是现在目前同业来讲 像刚刚我们有一些以电销为主的一些同业 比如说像有X人寿 或是第一X人寿来讲好 他们现在商品的话 其实比较注重在所谓的所谓的医疗日的部分 或是手术或处置部分 那针对医材部分的话 其实他们可能还是针对在四项医材 长期间医材 比如说人工水晶体 心脏血管支架 膝关节和髋关节部分 可能是针对比较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的熟灵客群部分 那我们再次说增加的这些异财花 其实是针对所谓的青壮年族群 好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我们体验 想要去更广散经营 更扩大经营的一个客群来讲 好另外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特性是对骨折部分 就像刚刚刚提到过 去年111年28.2万的人数骨折 好说多不说说少不少 那我们希望说这东西有可能有一些是 不管是在年纪大或是年轻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藉由这两个特点 医材和骨折部分 跟同业商品做一个差异化 希望能够扩大我们整个通路经营的效率 以上 那意思是说同业并没有骨折的这一部分 应该说同业有骨折的部分 只是说它没有跟 骨折的医材 医材的那个辅助 对 比如说像轮移或改善这部分 好 谢谢 我发觉这张保单当中 特别着重在医材这个部分 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处理 包含了各种类型的一些医材 那当初公司在设计这张保单的时候 从精算商品设计的这个部分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考量 或者说你们的通路 或者跟你们合作的这些 有没有一些它的一个回应 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些发想 那关于好教授问这个问题来讲 我想说最主要还是 我们还是像刚刚提到过以民为先嘛 因为现在其实按照我们的医材补充 往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会针对现在目前健保局 所开放的支飞医材部分 我们会先从这左手 当然刚刚有像好教授补充到了 对于前线销售端的一些建议回归 他们说过去来讲我们系列的商品 可能像同样有四大医材部分 那有没有可能针对从骨折方面衍生出去 或针对一些青壮年所提到的 像刚纳豆刚好也是因为去年刚好 不是因为感谢他说 他真的很不幸地发生这件事情 那也让他知道说 其实脑势腹腔引流手术来讲的话 其实过去大家觉得很陌生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是真的针对脑壮风 在黄金时间救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自费异财的部分 那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 这个媒体的一些传播 然后让前线的销售人员 有这样的一些认知 然后他们在针对线上客户去做 有一些所谓销售 或是说了解回归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真相的成长 最主要是针对这两方面的因素去做考量 以上 从这个商品里边看到 我们有一个限额 就是用150倍乘上年期 然后乘上保额 我看你们的例子都是1000 顶多2000 2000当然就到600万 可是不要忘了 如果我今天是600万是20年期 就是你们最高的保额 可以到多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是一次给 比如说住院就一次给多少钱 大概很难说我一整个大兵 就把我的300万用完了 那可能就是你们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在额度上边 我们应该是说 回应到刚刚林教授提到的问题来讲的话 那我们最主要的风险考量 其实是在通路特性 因为电销通路在销售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办法主张保险法64条之一 高知不实做主张级别 好这是第一个考量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通路来讲除了我们主动打电话出去的通路之外 有一些可能是自来客 他在网络媒体上留言之后 他对这商品有兴趣 那我们去然后跟他联系 然后做过一些线上的一些合保文项筛选之后 让他到进来 所以如果与区分这两个通路来讲的话 刚刚举那个以1000元的例子来讲 是针对自来客的部分 如果是说如果是以大数仿则 我们随机拨打出去客户来讲的话 那其实可以高达2600万的额度 那所以我们当初在设计来讲的话 其实是我按照公司过去既有的经验值来判断说 其实这样的额度 其实符合所谓的前线销售需求 那公司在所谓的风险控管上面 或是在所谓的商品未来的一些 可以在公司利润上来讲 可以取得个平衡 所以才这样设计 以上补充说明 那就张保单本身 两位评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张保单 它其实它有它的一些特质 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医疗险 开始有一个现象 就是开始在做区隔 不是大众化的 你就开始在做区隔 然后这家保衍公司 也是以电话行销为主 所以它也充分发挥 他们公司通路的一些特质 那电话行销 因为它能解说的时间是有限的 那当然我想这一块当中 用医疗账户 因为账户其实 好像二三十年前曾经流行一段 然后又消失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再重新回来 让人感觉说 又赋予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创意 我想因为它是采用定额给付的 所以减少了一些说 我已经用了健保了 然后我没有医疗收据 在实施实附上面的那些问题 然后也不管住院的天数 顶多就是超过多少天 然后我double变成倍数增加而已 这个部分符合电销的特质 一个它必须要至少理赔要争议要很少 然后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保了这张保单 你要花多少钱 然后你得到的保障是什么 也因为是这样的设计 所以才刚刚我提出 看起来会是比较阳春相对完整型的一个 实施实附的保单 实施实附的医疗线 我觉得它是不同的特性释然的 是 好 那我们今天有两张保单 参赛保单在我们节目当中做简报 第一家公司是医疗 伤害医疗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张 都是定期线 那我们想想要教授听完 这两张保单以后 有没有什么综合性的评论 我发觉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我们现在在做就区隔 那以往都是一年一年期 那一年一年期就会有它的局限在里面 所以主持人也可以看得到 现在新设计的保单都是一个定期 十年或二十年 那民众也是需要有一定的保障的一个特质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拿安达这张商品来讲的话 它多了一个账户的概念 那账户的概念当中 一方面也可以做一些风险控管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针对 某一些特定的医材去做处理 那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民众好好去想一想 你现在有什么保单 你的缺口在哪里 那现有的保单公司的商品 能不能补你的缺口 是 林教授 因为医疗险 刚刚主持人开头就提到了 医疗险是我们国人 投保率最高的一个保险 可是随着健保的改革 还有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我们慢慢发现 还有整个报章报纸的报导发现说 我今天买的保险 到底我的保障 到底内容是 我的缺口在哪边 那保险公司设计出来的商品 就会针对民众的一个缺口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张 今天的第一张保单 其实它是针对那种比较年轻族群 然后它的工作类型比较多的一个设计 然后像这张保单也是针对说 它可能有一些医疗保险 可是它可能是很阳村型的 日额一千块的或是一个癌症保单而已 那可以用一个账户来十年二十年期间 至少我在住院手术还有特定的医材 还有甚至骨折的部分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 那好像说协助我们做这个商品评审 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您对业者有什么期许 我希望业者能开始做区隔化 尤其像我们的医疗险当中 大家都是在买同样的 那金管会现在针对实质师傅 也做了一些新的一些调整 所以不要全部挤在同一个地方 你可以去想一想民众有哪一些变化 还有就是我们的人口老化 那我们也希望针对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保障公司也能提供更多社会责任 是 谢谢 也帮我们评审 也帮我们表达了这个社会的需求 好 那各位朋友 您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下方的QR Code 然后呢 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您就可以去投票 看你觉得哪一张保单 是你认为在我们今天的简报当中 最让你动心的 同时您有机会获得超商的语言 我们下礼拜同一天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